总统马英九29号应欧洲议会邀请 首度与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举行视讯会议 友台小组荣誉主席雷丁表示 台湾和欧洲友谊坚定 却为与欧盟签订贸易协定 期盼未来欧洲议会能致力推动 签署双边贸易协定 马总统在视讯会议上表示 欧洲经验给他许多启示 得发两国二战后 透过大规模交换学生计划 彻底改善双边关系 因此启发他推动两岸学生交流 盼减少两岸误解 目前台海之间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认治权的立场 也是参考东西的 主权与治权分离的经验 至于两岸经贸关系 马总统说 台湾已表达参与亚投行的意愿 虽然中国大陆不希望台湾成为创始会员国 但台湾仍将积极争取成为普通会员 马总统因为欧洲北海经验的启迪 提出东海和平倡议 2013年签署的台日渔业协议 解决台日长达40年的渔业纠纷 更是东海和平倡议的具体实践 今年5月进一步提出南海和平倡议 希望借由搁置主权争议 共同合作开发 维持南海稳定 这项主张得到与会人员的肯定 Because it was very good dialogue with President Ma after his successful presidency and we have very good relations betwee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aiwan and we hope this peace process initiated by President M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ase would be successful in the next month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our relations 马总统表示上任以来中华民国与欧盟关系持续进展 其中2011年欧盟给予我国国民免身跟签证待遇 使得双方交流大增 总统期盼台湾与欧盟能继续深化伙伴关系 欧洲议会议员及各界学者也相当肯定这次会议的价值